男子拿起了椅子猛烈往店家砸过去 摔了一张还不够继续摔 这是苗栗市一家餐酒馆遭人率中砸店 主贤是他 黑色上衣浅色短阔的男子 在现场脱掉拖鞋一副要动手的架式 砸店时刚好有车子经过 他们也丝毫不遮掩 还拿了棍棒往里头砸门 悬挂式的招牌也遭殃 旁边有人提了一大袋垃圾出来 看少了眼 被砸的店家变成了这副模样 大片景观窗破了 门口面目全非 店家已经整修好门窗 不过招牌残破还没更新 祖先是离职的厨师 36岁的父姓男子是一名更生人 业者知道他的身份 给他工作机会到店里当厨师 他已经跟老板预支一万薪水 过了几天 10月21号又再预支一万 老板拒绝了 他当天就自行离职 晚上带人来砸店 目前与店家老板因工作发生口角 心生不满 所以就有砸店 全案序问后依刑法 妨害积蓄罪及回准罪 以受苗栗地检署来侦办 父姓男子有公共危险罪前科 还抢店家 重新开张会再来 警方逮捕了主嫌跟同伙等五人 主嫌一万元交保 店家好心提供机会却引狼入室 回避谈论不愿意多说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